中美關係要怎麼推進 寄望在民間囉 剛剛老師提到體育啦 文化啦 相關的這些交流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 還有美國的加州州長 這個紐森呢 也被視為民主黨的明日之星 那過去也曾經有人認為說 不排除有一天他會出來選總統 但是不管怎麼講 現在目前我們看到他 第一站他是到香港 然後隨即要到廣東 那其實這次的安排有長達七天 那我想在這次他其實有很多的 一些想要跟中國大陸方面 談合作的事情 賴老師你覺得 他是來打頭陣的話 會不會接下來還有更多的州長說 我也要去啊 我覺得很有可能喔 因為我們雖然看到 美國的民主黨跟共和黨的議員 抨擊他很強烈 對 罵他罵得很兇 對 我們要問的是 那美國加州的州民 贊成還是反對 加州那麼多華人 不只華人 其實我覺得 美國的很多的加州的州民 都會贊成 為什麼 你聯邦政府 你去要跟中國大陸對抗吵架 是聯邦政府的事 可是由於美國是地方 美國是那個分權喔 聯邦權跟州權 州權是很大的 那這個州長他要考慮 他州民的利益 考慮他州的一個發展 各位想想 加州有多少華人 不只華人 加州的這些矽谷 他們跟中國大陸 有多少生意可以做 不管是房地產 金融 投資 科技 商業 航運 旅遊 留學 就是讀書 哇 我念的實在是 項目非常之多 範圍很廣泛 然後華人分佈在洛杉磯 舊金山到處都是 而且都是非常傑出 非常優秀 而且都有相當的 社會的影響力 我覺得他應該去參考一下 中國大陸的高鐵啦 對不對 因為加州也蠻需要 建高鐵的不是嗎 他們講要建高鐵 已經講了很多年了 幾十年了 但是建不起來 那就靠中國 因為加州的交通 是很不理想的 加州的 我們都知道洛杉磯 跟舊金山的交通 是很不理想的 而且一個這麼狹場的 一個地方 有一邊是沙漠 一邊靠海 然後呢 它本身的整個發展 坦白說南北的差異 也不小 也不小啦 一個狹場的州 如何能夠讓這個州的州民 更加富裕 其實加州已經是富裕州 很富裕的一個州 可是怎麼讓他的州的州民 過得更好 你想想看 為什麼舊金山的遊民 會多成這個樣子 怎麼舊金山 然後怎麼犯罪率越來越高 就是經濟不好 那怎麼樣讓這個州的經濟好 人民過上好日子 讓他的生活環境 交通越來越便捷 這是州長的責任 州長要努力 要努力的 那是他的政績 所以我覺得 即使他的這些共和黨 民主黨怎麼罵他 我覺得他做這個決定 是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他跟中國大陸 各州 各省的合作 促進了大家的經濟發展 其他的州一定想辦法 就跑到中國大陸來 要跟進啊 對不對 有錢賺 大家開心 你可以講澳洲 澳洲就是啊 不過我想說 在講澳洲之前 我們其實可以看一下 在今天呢 可以關注一下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的第一位 左翼的總統 24號開始要訪問 中國大陸了 那麼不曉得人 什麼時候會到 但是呢 現在當然我們關注的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在拉丁美洲 也就是在美國的後院 中國大陸逐漸的站穩 甚至就連法國的媒體 世界報都有分析 說在這一次呢 看到中美競爭加劇 但是呢 在能源轉型 非常重要的礦產供應方面呢 現在看起來 中國在拉美占據 相當大的領先地位 而事實上 在拉美左翼的領導人 也是越來越多了 老師 對 因為 這個最主要是因為 中國的政治體制的優勢 坦白說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要平心而論 政治體制沒有說 哪一個國家是最好的 我也不能說 中國大陸是唯一的最好 我也不能說 美國是唯一的最好 我也不能說 美國是唯一的最差 或是大陸是唯一的最差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 它都是有自己國家的土壤 在自己的國家土壤中 發展起來的 何況它有它不同的階段的任務 跟它以後會進行的調整 以現在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過去的貧窮落後 怎麼樣讓自己變成富裕 怎麼樣讓自己的工業化 文明化 科學化 能夠跟這些已經老牌的工業國家競爭 所以這個體制就很重要 而目前的這個體制 確實具有強大的優勢 所以歐美的國家才會壓力這麼大 不然的話他們怎麼會在乎呢 好 一旦在這個體制上有了優勢 我為什麼會說 中國它現在的這種政治體制 會使它看東西看到二十年 三十年甚至五十年 所以你剛剛談到的 在中美洲南美洲的礦產優勢 這個就是二十年不圍攻 如果你沒有二三十年的佈局 你怎麼可能會有今天的成果 因為那些東西既笨重又廉價 投資又長 獲利期又慢 那一般來講誰哪個資本家 或是哪一個國家的政府 願意做這麼長的 因為我明顯政府一任就是四年 了不起八年 我為什麼要做長的 那所以都是做短的 可是就有這樣的一個政治體制 它思考的是二十年三十年 所以它佈局很長 佈局很長 因此它在這一些 不管是離礦各種礦產 銅礦 就是說中國大陸會思考到 我的經濟未來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我會發展到什麼情況的時候 我就要需要量有多少 需要量有多少 它佈局就要找下去 找下去在當時都是 廉價建價嘛 一批一批一座山一座山 一座礦產一座礦產這樣買 一買就是有時候一租 例如說中國大陸跟 澳大利亞的大溫港 一租就99年 那這個就是長期戰略 好 現在的情況是 剛好目前中美洲南美洲 在吹左風 可是我再跟各位觀眾朋友提醒 它這一波吹左風 可能下一波又吹又風 是翻來覆去的 因為這是拉丁美洲的特性 現在正在吹左風 所以對中國大陸 是最好的時機 因此這些左翼的 這些國家政府 他們基本上都很樂意 跟中國大陸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所以哥倫比亞為什麼會 引起這麼大的重視 其實哥倫比亞是不應該 引起這麼大重視的 但是它引起這麼大重視 是因為它是指標性的國家 它是美國勢力最深的 在中東地區的國家之一 所以當這樣的一個 美國影響力最深 勢力最深的哥倫比亞 它今天的總統 都到中國大陸來訪問 而且進行的是國際訪問 只代表整個拉丁美洲 翻轉過來的 美國人的影響力 已經在拉丁美洲 被中國大陸在逐漸的超越中 超越 所以拉丁美洲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看哥倫比亞 所以在24號這次 我們看到他訪問 訪問的行程 當然我們還要 持續來關注的是 包括像是最近 巴西 阿根廷 秘魯 我看到還有這次的智利 大富士總統 特別在一帶一路的峰會 參加之外 而且其實他也特別 多花了一些時間 來看北京 看看民間 看看中國大陸的科技 怎麼樣的發展 所以我想其實 都讓這些國家 感到相當的心動 不過話說回來 剛才我們其實在談到 就是礦產的部分 我想先請教一下 賴老師 因為在這一次呢 說到這個礦產的部分 大陸有限制 這個石墨的出口 做限制之後 對於不要說是 美國很關注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呢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數據 因為中國的石墨 主要的買家是日本 印度跟韓國 所以是不是這幾個國家 是最受到衝擊的 從12月開始要管制 這個石墨的出口的話 它究竟會帶來 什麼樣子的變化跟影響 為什麼韓國要趕快 緊急的開會 日本也是一樣 石墨的這個部分 對於現在目前整個產業 供應鏈 那麼還有包括哪一些範圍 什麼東西要用到 是不是可能都會有很大的 一個衝擊影響 石墨有人認為說是 最軟的礦物質 礦產 因為一般來講 礦物是比較硬的 但是石墨是非常軟的 那它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的導電功能特別好 非常好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延展性強柔軟 導電功能那麼的強大的話 它會用在半導體上面 它也會被用在這個電瓶 電磁這個上面 那各位你想 不管我們所用的手機 還有就是我們所生產出來的 所有的半導體 還有就是各位都在發展 電動車所需要的這些電瓶 太多的領域 它都需要用到石墨 中國的石墨的儲存量 並不是最高 但是中國大陸在全世界 掌控的石墨礦產的比重是很高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中國的眼界很早就把很多石墨礦 就把它買下來了 那都買下來的情形下 我想中國大陸在石墨這個部分 海外的礦產掌控量很高 然後國內的生產量儲存量 在全世界應該在不到20% 可是中國大陸對於石墨的研究 發展了解跟提煉 在全世界是督步全球 那它本身做出來的石墨品質好 性價比高價格好 所以它就擊敗了各國的石墨的產業 那擊敗了以後中國因此 例如說像剛剛談到的韓國 中國大陸就幾乎控制了95% 96左右 這麼高的一個比重 它是佔 我看好 這個2022年的資料 這是韓國官方統計 93.7% 從中國大陸進口 然後一共是2.41億美元 那現在要找替代品 找替代品 要找美國嗎 找澳洲嗎 但是問題就是 美國有很多也是從中國大陸進的 替代品並不是沒有 當然有 但是問題就是你需要時間 第一個你要去看那個石墨的品質 合不合你的要求 第三個就是它的價格 是不是比以前更貴 那所以這三個要點 對於一個產業來說 你想想看是不是致命傷 第一個如果說 它短時間不能滿足你 它要六個月 一年以後 甚至三年以後 它才能夠滿足你 那你的產業就全部都停擺了 那這個是產業的部分 可是呢其實還可以用在軍事用途 有所謂的石墨炸彈 那個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石墨炸彈實際上 因為美國有用過 那目前來講也確定 中國大陸也具有這個能力 石墨炸彈是應該講 你可以把它說成為石墨彈 每一顆炸彈有這個裝石墨彈 石墨彈裡面大概一顆炸彈裡面 就可以裝一百罐到兩百罐 像罐頭那樣 例如說像罐頭那樣的 一個石墨炸彈 然後呢上面有個傘會飄 所以呢它在空中的時候 就炸開了 炸開以後這些石墨罐 就開始飄 因為有傘開始飄 所以可以分佈非常非常的廣 那飄以後下面有雷管有引線 然後下來以後再爆炸 爆炸以後它釋放出粉狀 那個粉狀就彌漫了整個地區 所以它一旦一炸以後 例如說整個城市 都有這個石墨粉 那石墨粉對於建築物 不會造成傷害 對人體不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對動物植物都不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可是它對於所有的絕緣體 都會造成傷害 因為它的粉狀以後 那它會進入 例如說它 因為它是最好的導電材料之一 對 所以它就會把你的所有的 電子用品 電器用品 汽車 只要是跟電有關的 它都會造成它鏽斗短路 因為它就會造成短路了 因為碰撞 碰撞以後就啪 就燒掉了 哇 就一下子通通 所謂都怎麼都斷電了 都不能使用了 所以只要它粉飄在哪個地方 它一旦連結 就好像你想想看用水 當你噴水 然後這個出電了 那種它就是一個導電 可是它比那個水還 導得還更強大 因為它是粉狀 然後所以電整個會癱瘓 電腦電子設備電子器材 所有的東西都會癱瘓 那所以用這個的話 其實真的是直接就是 攻擊基礎設施 靠這個就行了 非常好用 這個就是講的什麼炸彈 美國也有用過 非常好用 對 不過現在來看看 當然我們說 這個其實關鍵的這個礦產 中國大陸其實要把它 當作是一個什麼 手中的籌碼 就是你不要對我限制 我其實也不會限制你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作為一個反制 那今天是不是其實很多 美國的盟國也都看在眼裡了 所以現在呢 還像比如說澳洲 那乾脆就什麼 就放下吧 還是好好的跟中國大陸來做合作 所以剛剛其實提到達爾文港 中國大陸還是可以繼續租啊 就澳洲現在先丟出這個善意 然後呢 艾班尼斯11月初就可以訪華了 順利的訪華之外 而且它還可以去參加 上海進口博覽會 這一次是在 11月5號到10號舉行 那麼一共會有154個國家 地區跟國際組織的來賓 那目前呢 看到甚至這一次是史上規模的最高 有包括哈薩克 塞爾維亞 南非 越南 以及洪都拉斯等 很多都是發展中的國家 五個國家當主兵國 所以澳洲艾班尼斯是想說 哇 一帶一路峰會 我缺席 但是什麼呢 但是這個上海進博會 我們不能錯過 是這個概念嗎 上海進博會是 是人類間的創舉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過去辦的都是波覽會 是希望買家 就是這些採購經理 到我的國家來 然後來採購東西 那我們為了你的方便 所以我們把我們國家的 所有的產品 都集中到這裡來 然後讓你到這邊來 幾天內你就可以採購完 你就走了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波覽會 各國都辦的 都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唯獨中國創造一個就是 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買家 對 你各國把你的產品送到中國來 對 由中國這個買家 來幫你們買 對 而且呢你們這些賣家 還可以相互比較一下 例如說我假設我是賣電腦的 我就看看你的電腦怎麼樣 那彼此之間也可以去觀摩學習 然後你的東西進來之前 不用關稅 你在國內賣成功了 才給你扣關稅 那為什麼說叫賣成功呢 就是說你的那些展品 不一定你要帶回去喔 你可以就地就把它賣掉 那有很多 例如說像我逛科技的 這麼大一個逛科技 我運到中國來 然後擺在那個地方 都不用關稅 因為在上海慶候貿易區 然後都不用關稅 如果有別的國家的買家來 也把我訂走了 那也是很好啊 所以中國變成 不但自己是一個最大的買家 可能也有很多買家 也跑來這邊看看 全世界的產品都集中到這裡 就會買的不一定採購的 不一定只有中國而已啊 只要來參加的 大家都會互相採購 對 但是因為中國是 全世界最強大的消費力之一 跟美國其實是不相上下 其實中國應該是消費力更強的 更重要地方是在於 由於中國的地區發展的特色 有高度發達的地方 例如說比上廣 對不對 也有中度發展的地方 也有比較落後的地方 所以他有需要各種不同的產品 對 那你想每一個國家 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國家 他當然都想把他產品 往中國大陸來放嘛 那這樣的情形下 上伯會現在是一攤難求 是 一攤啊 你要租到上伯會的 一個攤位難求 可是你看 中國大陸在發展過程中 他特別關照 在這一次喔 這一次特別關照 是發展中的國家 是 所以你剛剛有提到 哈薩克拉等這些國家 對 他特別關照 發展中的國家 讓他們成為主兵國 也就是給你 最好的位置的攤位 對 然後給你最大的攤位 這個就是對於 發展中國家的一種 釋出一種很大的善意 而且這個善意 是讓你得到實質在在的好處 確實啊 所以這個到時候 就看他怎麼推銷紅酒啊 怎麼推銷澳洲的肉品啊 大麥啊 還有煤炭啊 都希望中國大陸 能夠跟他多買一點 然後順便看看 其他參展的國家 有沒有人要跟我買 那如果真的 這個效果很不錯的話 哇 我覺得那會起了一個 很不錯的示範作用 就是採購經理人也來了 然後那個市場 市場賣家也來了 哇 這個以後就 其實已經是風風火火了 現在我知道 是掌管根本不夠用 不過現在那 但是軍事方面 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還是 澳洲還是在跟著美國走 就像菲律賓 也還是跟著美國走啊 菲律賓的部分 大家都看到了嘛 這次其實包括這個 船隻 這個大陸方面 當然是認為就是說 你菲律賓幹嘛來碰� 還有美國 美國的這個軍機 在經過我看到 預言談天的這個微博 其實也有釋出這個影片畫面 也讓大家看到就是說 我好端端的 我的這個軍機 就這樣子行駛在空中 結果你呢 一直靠過來 然後甚至還會 突然的轉角度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大陸是不讓 然後大陸公佈畫面 我把這個標題 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所以呢 大家剛剛看到 欸 賴老師 所以這個到底 很明顯了嘛 這個畫面是不是 還原了真相 也說明了一切 對呀 我覺得是這樣子了 先談 你剛剛談到的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在安全方面 一定會緊跟著美國走 但是你要怎麼走 你要怎麼做 這個是有差別的 例如說像莫里森 他就是走在美國的前面 當美國的那隻狗 在咬得最兇的那隻狗 所以就一直在咬中國大陸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中國大陸當然要打你兩下嘛 不然這隻狗才是 這野狗才是太壞了 可是現在的艾班尼斯 他的走法是這樣子 就安靜了 安安靜靜的 跟在美國的屁股後面走 這叫做小跟班 那小跟班 那就是美國出頭了嘛 因為本來是澳大利亞 走在美國的前面 對 哇哇哇哇這樣嘛 那中國當然 那中國在這裡嘛 然後以前澳大利亞在 哇哇哇拼命敲 那當然中國大陸就 批批發兩下嘛 那現在是阿伯尼斯 跟在美國的後面 那美國在前面了 那當然中國大陸就說好嘛 那這樣可以 那我們你就這樣子喔 不要再動了 不要再越位了 你就跟在後面這樣跟班 但是呢 我敏感的問題的話 你就給我跟遠一點 然後姿態低一點 這個大家都可以這樣玩嘛 有一個默契啦 對嘛 那經濟上我們就 慢慢的恢復正常 那就OK了 所以中國大陸是 容許這樣發展關係的 對 澳洲就解決一部分了嘛 那菲律賓本來是跟中國很好嘛 那現在菲律賓就變成 取代澳大利亞成為 這個以前的澳大利亞了 就是莫里森的澳大利亞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當然是劈啪兩下嘛 劈啪兩下 然後你美國就頂在後面 也不敢做 然後這個菲律賓 到目前為止還沒回頭 那可能在劈啪兩下以後 在一段時間他就回頭了 又退到後面了 叫美國在前面 那美國在前面呢 美國也真的不是很敢 在中國大陸跟他直接對幹 美國不是很敢 那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知道啊 中美打不得也不可以打 但是呢 現在美國是叫澳洲 澳洲現在不肯了嘛 所以現在叫菲律賓 那現在是菲律賓肯 可是菲律賓肯了幾次以後 菲律賓慢慢的 他的人民或是他的政府 他們會越來越覺得 我們在玩什麼 越玩越糟嘛 然後劉獵也買不出去 什麼東西也都賣不出去 然後人民開始越來越反了 然後就問說你美國給我什麼 美國又不吃榴槤 對 美國人也不吃榴槤 美國人也不肯給你錢嘛 好 我覺得菲律賓玩 再玩幾年 大概就沒得玩了 他就不會再玩了 而且呢 老百姓不會讓他再玩 所以中國大陸 要繼續忍受這樣的碰� 其實也不是忍受啦 就練兵嘛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美國也來了嘛 美國一直在嘛 但是美國一直在呢 中國也利用這個機會練兵嘛 然後也測試一下 美國有多少能量嘛 有多少本事嘛 所以您看 我們看到的飛機是這樣子喔 為什麼我們會說 中國的航向沒變 因為你從雲層做對照面 是 就是在那個飛機 那個影片裡面有雲層 對 中國的飛機是航向是不變的 是 然後是美國轉變了 所以你會看到 雲層的對照都不變 對 美國的姿態轉變了 可是問題就是 當美國的姿態轉變以後 中國並沒有因為這樣而轉變 沒有耶 中國都不動耶 對 你看 你看就這樣一直靠近 一直靠近 那所以中國就直接繼續飛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最終就是對於美國 你敢怎麼樣 那美國自己還是要算嘛 為什麼 因為中國不會就有一架飛機 中國的另外一架飛機在後面 這一架飛機在後面 就隨時會把火控離島打開 如果美國的飛機 對中國大陸會產生威脅的時候 後面的那一架飛機 可能火控離島就打開 打開以後 美國的飛機就會一直叫 因為就中國就準備要開火 很有可能中國就下指令 叫全面飛機閃開 後面就開火了嘛 所以美國當然要走嘛 那美國走 就美國就氣急敗壞嘛 就是我怎麼沒把你嚇到 我自己被嚇到了 那以後還要這樣子嗎 那這不是自取其辱 這個美國永遠就是玩這一招 沒有關係 就跟它繼續玩 反而現在你看到 那這樣的話 到底會不會持續的影響 這個南海行為準則的 進度的推進 因為我現在看 已經有影響了 本來今年就要通過了嘛 對不對 對啊 那現在越南的態度呢 感覺也其實有點搖搖擺擺 那只知道說 越南現在很想要建高鐵 那中方看到在這次 一帶一路峰會根據報導 說當時其實也有 中方的企業的人員 對 然後跟越南的官員在談論 討論有關於建鐵路的事情 是的 那就是看你越南 願意出多少價錢嘛 不過我是建議 中國大陸這個生意可以做了 但是要大賺錢了 價錢好一點 因為沒有任何國家 可以做得下來 所以你可以不用擔心 它開國際標 因為日本吃不下這塊的 對 日本現在困難 所以中國可以掉胃口 可以用更好的價錢 好 所以還是可以說 yes 答應他們 越南多難搞啊 你就讓日本去搞 搞了以後日本破產了 中國大陸再來 按照很低價把它買下來 嘿嘿嘿 好好 來 那就等著看拭目以待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 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太陽新全校貴 均勯